总是四念处 如是我闻 一时 佛在居楼国见摩瑟坛成中 而时佛呼诸比丘 诸比丘 诸比丘应诺 世尊 世尊如此开示 诸比丘 此事唯一之道 能使众生清静 超越仇碑 灭除苦忧 成就正道 体正涅槃 此即四念处 四者和耶 于此诸比丘 比丘于身 随观身而住 热忱 正知正念 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 于受 随观受而住 热忱 正知 正念 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 于心 随观心而住 热忱 正知 正念 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 于法 随观诸法而住 热忱 正知 正念 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 深念处 深随观念处 一 安班念 初入习念 观习法 诸比丘 比丘如何于身 随观身而住 于此 诸比丘 比丘 前往森林 树下或空闲处 结家夫坐 端正身体 至念面前 正念而出席 正念而入席 出席长时 聊之 我出席长 入席长时 聊之 我入席长 出席短时 聊之 我出席短 入席短时 聊之 我入席短 休息 我当觉知 席之 全身而出席 休息 我当觉知 席之 全身而入席 休息 我当寂静 身形而出席 休息 我当寂静 身形而入席 诸比丘 就如熟练的 陆卢匠 或陆卢匠之弟子 当 拉长时 聊之 我拉长 拉短时 聊之 我拉短 诸比丘 比丘如是在出席长时 聊之 我出席长 入席长时 聊之 我入席长 休息 我当觉知 席之 全身而出席 休息 我当觉知 席之 全身而入席 休息 我当寂静 身形而出席 休息 我当寂静 身形而入席 如是 比丘于内身 随观身而住 于外身 随观身而住 于内外身 随观身而住 又于身 随观身法而住 于身 随观灭法而住 于身 随观身灭法而住 或者建立 或者建立有身 或者建立有身之念 唯有正念与绝照 无所依而住 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 诸比丘 此即比丘于身 随观身而住 随观身而住 二 微移 观滋事 赴次 诸比丘 比丘行走时 聊之 我行走 站立时 聊之 我站立 坐着时 聊之 我坐着 躺卧时 聊之 我躺卧 无论何种滋事 皆如时聊之 如是 比丘于内身 随观身而住 于外身 随观身而住 于内外身 随观身而住 又于身 随观身法而住 于身 随观灭法而住 于身 随观身灭法而住 或者建立有身之念 唯有正念与绝照 无所依而住 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 诸比丘 此即比丘于身 随观身而住 三 正知 明觉 副次 诸比丘 比丘行往或归来时 以正知而行 前瞻或旁观时 以正知而行 屈身之体时 以正知而行 这夹杀 持一波时 以正知而行 饮时 咀嚼 肠胃时 以正知而行 大小便利时 以正知而行 于行 住 坐 眠 醒 雨 末时 亦以正知而行 如是 比丘于内身 随观身而住 于外身 随观身而住 于内外身 随观身而住 幼于身 随观身法而住 于身 随观灭法而住 于身 随观身灭法而住 或者建立有身之念 唯有正念与绝照 无所依而住 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 诸比丘 此即比丘于身 随观身而住 四 不敬观 厌恶作义 赴赐 诸比丘 比丘观照此身 自足底而上 由头发而下 疲所腹包 便满不敬 思维 于此身有法 毛 爪 齿 皮 肉 筋 骨 髓 肾 肾 肝 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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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肩膜 胃中物 粪 胆汁 痰 浓 血 汗 脂肪 肺 肺脂 唾 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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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比丘 犹如两端开口之粮带 装入种种穀物 朱如 道 米 绿豆 豌豆 芝麻 金米 明眼之人 解开粮带 观察分辨 此是道 此是米 此是绿豆 此是豌豆 此是芝麻 此是金米 如此 朱比丘 比丘观照此身 自足底而上 由头发而下 皮所腹包 便满不尽 思维 于此身有法 毛 爪 尺 皮 肉 筋 骨 髓 肾 肾 肝 肋膜 皮 肺 肠 肠肩膜 胃中物 粪 胆汁 痰 浓 血 汗 脂肪 肺 皮肢 唾 涕 关节 翼 如是 于内身 随观身而住 于外身 随观身而住 于内外身 随观身而住 又于身 随观身法而住 于身 随观灭法而住 于身 随观身灭法而住 或者建立有身之念 唯有正念与绝照 无所依而住 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 朱比丘 此即 比丘于身 随观身而住 五 四界分别观 界座义 赴次 朱比丘 比丘于任何姿势中 以各种界思维观察此身 即 此身有的界 水界 火界 风界 朱比丘 犹如熟练之 属牛者 或属牛者之 弟子 属宰 牛之 并将其之解成块后 坐于四渠道口 如是 朱比丘 比丘于任何姿势中 以各种界思维观察此身 即 此身有的界 水界 火界 风界 如是 比丘于内身 随观身而住 于外身 随观身而住 于内外身 随观身而住 又于身 随观身法而住 于身 随观灭法而住 于身 随观身灭法而住 或者建立有身之念 唯有正念与绝照 无所依而住 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 朱比丘 此即比丘于身 随观身而住 受念处 受随观念处 赴次 朱比丘 比丘如何于受 随观受而住 再次 朱比丘 比丘经验乐受时 聊之 我经验乐受 经验苦受时 聊之 我经验苦受 经验不苦不乐受时 聊之 我经验不苦不乐受 感受有爱然的乐受时 聊之 我正经厌有爱然的乐受 感受有爱然的苦受时 聊之 我正经厌有爱然的苦受 感受有爱然的不苦不乐受时 聊之 我正经厌有爱然的不苦不乐受 感受无爱然的乐受时 聊之 我正经厌有爱然的不苦不乐受 如是 我正经厌有爱然的不苦不乐受 如是 比丘于内受 随观受而住 于外受 随观受而住 于内外受 随观受而住 又于受 随观生法而住 于受 随观灭法而住 于受 随观生灭法而住 或者建立有受之念 唯有正念与绝照 无所依而住 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 诸比丘 此即比丘于受 随观受而住 心念处 心随观念处 复次 诸比丘 比丘如何于心 随观心而住 于此 诸比丘 比丘心贪欲时 聊知 心贪欲 心无贪欲时 聊知 心无贪欲 心称恨时 聊知 心称恨 心无称恨时 聊知 心无称恨 心于吃时 聊知 心于吃 心无于吃时 聊知 心无于吃 心收缩时 聊知 心收缩 心患散时 聊知 心患散 心幻 心广大时 聊知 心广大 心不广大时 聊知 心不广大 心有上时 聊知 心友上 心无上时 聊知 心无上 心专注时 聊知 心专注 心不专注时 聊知 心不专注 心解脱时 聊知 心解脱 心未解脱时 聊知 心未解脱 如是 比丘于内心 随观心而住 于外心 随观心而住 于内外心 随观心而住 又于心 随观身法而住 于心 随观灭法而住 于心 随观身灭法而住 或者建立有心之念 唯有正念与绝照 无所依而住 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 诸比丘 此即比丘于心 随观心而住 法念处 法随观念处 一 五概 父次 诸比丘 比丘如何于法 随观诸法而住 于此 诸比丘 比丘于五概之法 随观诸法而住 诸比丘 比丘如何于五概之法 随观诸法而住 诸比丘 比丘内心有贪欲时 聊之 我内心有贪欲 内心无贪欲时 聊之 我内心无贪欲 比辽之未生之贪欲生起 聊之以生之贪欲灭尽 聊之以灭尽之贪欲 于未来不再生起 内心有称恨时 聊之 我内心有称恨 内心无称恨时 聊之 我内心无称恨 比辽之未生之称恨生起 聊之以生之称恨灭尽 聊之以灭尽之称恨 于未来不再生起 内心有昏沉睡眠时 聊之 我内心有昏沉睡眠 内心无昏沉睡眠时 聊之 我内心无昏沉睡眠 比辽之未生之昏沉睡眠 生起 聊之以生之昏沉睡眠灭尽 聊之以灭尽之昏沉睡眠 于未来不再生起 内心有调举追悔时 聊之 我内心有调举追悔 内心无调举追悔时 聊之 我内心无调举追悔 比辽之未生之调举追悔生起 聊之以生之调举追悔灭尽 聊之以灭尽之调举追悔 于未来不再生起 内心有疑惑时 聊之 我内心有疑惑 内心无疑惑时 聊之 我内心无疑惑 比辽之未生之疑惑生起 聊之以生之疑惑灭尽 聊之以灭尽之疑惑 于未来不再生起 如是比丘于内法 随观法而住 于外法 随观法而住 于内外法 随观法而住 又于法 随观生法而住 于法 随观灭法而住 于法 随观生灭法而住 或者建立有法之念 唯有正念与绝照 无所依而住 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 诸比丘 此即比丘于五盖之疑法 随观诸法而住 二 五取运 A 赴次 诸比丘 比丘于五取运之法 随观诸法而住 诸比丘 比丘如何于五取运之法 随观诸法而住 于此 诸比丘 比丘聊之 此事色 此事色之生起 此事色之坏灭 此事受 此事数之生起 此事受之坏灭 此事想 此事想之生起 此事想之坏灭 此事行 此事形之生起 此事行之坏灭 此事事 此事事之生起 此事事之坏灭 如视 比丘于内法 随观法而住 于外法 随观法而住 于内外法 随观法而住 又于法 随观身法而住 于法 随观灭法而住 于法 随观身灭法而住 或者建立有法之念 唯有正念与绝照 无所依而住 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 诸比丘 此即比丘于五取运之法 随观诸法而住 三 处 复次 诸比丘 比丘于内外处法 随观诸法而住 诸比丘 比丘如何于内外处法 随观诸法而住 于此 诸比丘 比丘聊之眼根 聊之色尘 聊之原此二者生起之劫腹 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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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之截腹 于未来不再生起 比丘 聊之尔根 聊之生成 聊之原此二者生起之劫腹 比聊之未生之劫腹生起 聊之以生之劫腹坏灭 聊之以坏灭之劫腹 于未来不再生起 比丘 聊之鼻根 聊之相成 聊之原此二者生起之劫腹 比丘 比丘 调之未生之劫腹生起 聊之以生之劫腹坏灭 聊之以坏灭之劫腹 于未来不再生起 比丘 聊之舌根 聊之未成 聊之原此二者生起之劫腹 比丘 聊之未生之劫腹生起 聊之以生之劫腹坏灭 聊之以坏灭之劫腹 于未来不再生起 比丘 聊之生根 聊之畜成 聊之原此二者生起之劫腹 比聊之未生之劫腹生起 聊之以生之劫腹坏灭 聊之以坏灭之劫腹 于未来不再生起 比丘 聊之一根 聊之法成 聊之原此二者生起之劫腹 比聊之未生之劫腹生起 聊之以生之劫腹坏灭 聊之以坏灭之劫腹 于未来不再生起 如是 比丘于内法 随观法而住 于外法 随观法而住 于内外法 随观法而住 又于法 随观生法而住 于法 随观灭法而住 于法 随观生灭法而住 或者建立有法之念 唯有正念与绝照 无所依而住 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 诸比丘 此即比丘于内外处法 随观诸法而住 四七觉之 复四 诸比丘 比丘于七觉之之法 随观诸法而住 诸比丘 比丘如何于七觉之之法 随观诸法而住 于此 诸比丘 比丘有念觉之时 聊之 我有念觉之 无念觉之时 聊之 我无念觉之 比聊之 未生起之念觉之生起 以生起之念觉之增长圆满 比丘有则法觉之时 聊之 我有则法觉之 无则法觉之时 聊之 我无则法觉之 比聊之 未生起之 则法觉之生起 以生起之 则法觉之增长圆满 比丘有精进觉之时 聊之 我有精进觉之 无精进觉之时 聊之 我无精进觉之 比聊之 未生起之 精进觉之生起 以生起之 精进觉之增长圆满 比丘有喜觉知时,聊知,我有喜觉知,无喜觉知时,聊知,我无喜觉知 比聊知未生起之喜觉知生起,已生起之喜觉知增长圆满 比丘有清安觉知时,聊知,我有清安觉知,无清安觉知时,聊知,我无清安觉知 比聊知未生起之清安觉知生起,已生起之清安觉知增长圆满 比丘有定觉知时,聊知,我有定觉知,无定觉知时,聊知,我无定觉知 比聊知未生起之定觉知生起,已生起之定觉知增长圆满 比丘有设觉知时,聊知,我有设觉知,无设觉知时,聊知,我无设觉知 比聊知未生起之设觉知生起,已生起之设觉知增长圆满 如是,比丘于内法,随观法而住,于外法,随观法而住,于内外法,随观法而住 又于法,随观生法而住,于法,随观灭法而住,于法,随观生灭法而住 或者建立有法之念,唯有正念与觉照,无所依而住,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 诸比丘 此即比丘于七觉知之法,随观诸法而住 五,四圣地 赋次,诸比丘 比丘于四圣地之法,随观诸法而住 诸比丘 比丘如何于四圣地之法,随观诸法而住 于此,诸比丘 比丘如实聊之,此事苦,如实聊之,此事苦之极,如实聊之,此事苦之灭,如实聊之,此事苦灭之道 一,苦圣地,赋次,诸比丘,何谓苦圣地 身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愁悲苦,忧恼是苦,愿增惠是苦,爱别离是苦,求不得是苦 简而言之,五取运是苦 赋次,诸比丘 何谓生 所有生类中,诸众生之受生,形成,出生,诸运之显现,诸除之获得 诸比丘 此名为生 赋次,诸比丘 何谓老 所有生类中,诸众生之衰老,老貌,齿落,法白,皮皱,受减,诸根变熟 诸比丘 此名为老 赋次,诸比丘 何谓死 所有生类中,诸众生之崩溃,散灭,命中,死亡,诸运离析,死尸弃舍,诸比丘 此名为死 赋次,诸比丘 何谓 无论何时何地,由于任何之不幸,遭遇令人苦恼之法,而有忧愁,悲伤,苦恼,内忧,内创 诸比丘 此名为仇 赋次,诸比丘 何谓悲 无论何时何地,由于任何之不幸,遭遇令人苦恼之法,而有痛哭,悲气,凯叹,哀嚎 诸比丘 此名为悲 赋次,诸比丘 何谓苦 关于身体之苦痛,不是,由于深处所生之苦痛,不是 诸比丘 此名为苦 赋次,诸比丘 何谓悠 关于心之苦痛,不于悦,由于异处所生之苦痛,不于悦 诸比丘 此名为忧 赋次,诸比丘 何谓悠 无论何时何处,由于任何之不幸,遭遇令人苦恼之法,而有忧恼,苦恼,及有忧恼,苦恼所生之苦痛 诸比丘 此名为恼 赋次,诸比丘 何谓悦 何谓悦 无论何时何处,遭遇不如意,厌恶,不于悦之色臣,生臣,香臣,未臣,处臣,法臣,或遇心怀恶意,伤害,扰乱,不适义者,却需与其聚会,交往,共事,结合 诸比丘 此名为愿增会苦 赋次,诸比丘 何谓爱别离苦 无论何时何处,于可意,喜爱,愉悦之色臣,生臣,香臣,未臣,处臣,法臣相逢,或遇心怀善意,示意,可靠者,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事,亲戚,却不能与之聚会 交往,共事,结合 诸比丘 此名为爱别离苦 赋次,诸比丘 何谓求不得苦 诸比丘 受生之配之众生 生如是欲求 愿不再受生 愿不再有来生 然此欲求不可得 诸比丘 此几求不得苦 诸比丘 受老之配之众生 生如是欲求 愿不衰老 愿不变老 然此欲求不可得 诸比丘 此几求不得苦 诸比丘 受病之配之众生 生如是欲求 愿无病苦 愿不生病 然此欲求不可得 诸比丘 此几求不得苦 诸比丘 受死亡之配之众生 生如是欲求 愿能不死 愿不会死 然此欲求不可得 诸比丘 此几求不得苦 诸比丘 受愁悲苦 悠恼之配之众生 生如是欲求 愿不遭受愁悲 悲苦悠恼 愿不再愁悲 悠恼 然此欲求不可得 诸比丘 此几求不得苦 诸比丘 何谓简而言之 五取运是苦 即色取运 受取运 想取运 行取运 是取运是苦 诸比丘 此几简而言之 五取运是苦 诸比丘 此几苦胜地 二即圣地 赴次 诸比丘 何谓苦即圣地 即可爱 比更引导再生 伴随喜与贪 随处乐者 即 欲爱 有爱 无有爱 诸比丘 爱欲于何处生起 在何处住者 凡于世间有诱人 可意者 爱欲即在该处生起 在该处住者 于世间何者是诱人 可意者 在世间眼根是诱人 可意者 爱欲即在该处生起 语住者 在世间耳根是诱人 可意者 爱欲即在该处生起 语住者 在世间鼻根是诱人 可意者 爱欲即在该处生起 语住者 在世间蛇根是诱人 可意者 爱欲即在该处生起 语住者 在世间生根是诱人 可意者 爱欲即在该处生起 语住者 在世间亦根是诱人 可意者 爱欲即在该处生起 语住者 在世间色尘是诱人 可意者 爱欲即在该处生起 语住者 在世间生成事诱人,可意者,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相成事诱人,可意者,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未成事诱人,可意者,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处成事诱人,可意者,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法尘是诱人,可疑者,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眼视是诱人,可疑者,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耳视是诱人,可疑者,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鼻视是诱人,可疑者,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蛇事事诱人,可意者,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生事事诱人,可意者,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意事事诱人,可意者,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眼处事诱人,可意者,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耳处是诱人,可意者,爱欲即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鼻处是诱人,可意者,爱欲即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蛇处是诱人,可意者,爱欲即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身处是诱人,可意者,爱欲即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异处是诱人,可异者,爱欲即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异处身受是诱人,可异者,爱欲即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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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间异处身受是诱人,可异者 爱欲及在该处生起与住者 在世间色沉深想是诱人 可意者 爱欲及在该处生起与住者 在世间深沉深想是诱人 可意者 爱欲及在该处生起与住者 在世间相沉深想是诱人 可意者 爱欲及在该处生起与住者 在世间未成生想是诱人 可意者 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处成生想是诱人 可意者 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法成生想是诱人 可意者 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色成生思是诱人 可意者 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生成生思是诱人 可意者 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相成生思是诱人 可意者 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未成生思是诱人 可意者 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处成生思是诱人,可意者,爱欲即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法成生思是诱人,可意者,爱欲即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色爱是诱人,可意者,爱欲即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生爱是诱人,可意者,爱欲即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相爱是诱人,可意者,爱欲即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为爱是诱人,可意者,爱欲即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处爱是诱人,可意者,爱欲即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法爱是诱人 可意者 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色寻是诱人 可意者 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深寻是诱人 可意者 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相寻是诱人 可意者 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未寻世诱人,可意者,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处寻世诱人,可意者,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法寻世诱人,可意者,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色似世诱人,可意者,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生似世诱人,可意者,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相似世诱人,可意者,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畏世诱人,可意者,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处似世诱人,可意者,爱欲及在该处生起语助者 在世间法四世诱人 可疑者 爱欲即在该处生起与住者 朱比丘 死即苦即圣地 三灭圣地 父次朱比丘 何谓苦灭圣地 死即爱欲之消是无于舍离 灭尽解脱无染 然而朱比丘 于何处舍离 灭尽爱欲 在世间有诱人 可疑之处 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何者是诱人 可疑者 在世间眼根是诱人 可疑者 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耳根是诱人 可疑者 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鼻根是诱人 可疑者 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舍根是诱人 可疑者 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生根是诱人 可疑者 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一根是诱人 可疑者 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色尘世诱人 可意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深尘世诱人 可意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香尘世诱人 可意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味尘世诱人 可意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处成是诱人 可以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法成是诱人 可以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掩饰是诱人 可以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而是是诱人 可意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鄙视视诱人 可意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舍视视诱人 可意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生视视诱人 可意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一世世诱人,可以者 就在该处舍离爱欲,灭尽爱欲 在世间眼处世诱人,可以者 就在该处舍离爱欲,灭尽爱欲 在世间耳处世诱人,可以者 就在该处舍离爱欲,灭尽爱欲 在世间鼻处世诱人,可以者 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舍处是诱人 可一者 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深处是诱人 可一者 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一处是诱人 可一者 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眼处深受是诱人 可疑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灭尽爱欲 在世间耳处身受试诱人 可疑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灭尽爱欲 在世间鼻处身受试诱人 可疑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灭尽爱欲 在世间舌处身受试诱人 可疑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灭尽爱欲 在世间深处深受是诱人 可异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灭尽爱欲 在世间亦处深受是诱人 可异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灭尽爱欲 在世间色想是诱人 可异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灭尽爱欲 在世间身想是诱人 可意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相想是诱人 可意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未想是诱人 可意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处想是诱人 可意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法相是诱人 可意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色思是诱人 可意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深思是诱人 可意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相思是诱人 可意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爱欲,灭尽爱欲 在世间未私事诱人,可疑者 就在该处舍离爱欲,灭尽爱欲 在世间处私事诱人,可疑者 就在该处舍离爱欲,灭尽爱欲 在世间法私事诱人,可疑者 就在该处舍离爱欲,灭尽爱欲 在世间色爱是诱人,可疑者 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深爱是诱人 可疑者 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相爱是诱人 可疑者 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未爱是诱人 可疑者 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处爱是诱人 可疑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法爱是诱人 可疑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色寻事诱人 可疑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深寻事诱人 可疑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相寻视诱人 可疑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未寻视诱人 可疑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处寻视诱人 可疑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法寻视诱人 可疑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色似是诱人 可意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深似是诱人 可意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相似是诱人 可意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畏似是诱人 可意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处似是诱人 可义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在世间法似是诱人 可义者就在该处舍离爱欲 灭尽爱欲 诸比丘 此即苦灭圣地 四到圣地 赴四诸比丘 何者是苦灭到圣地 此即八知圣道 正见正思为 正与正业正命正精进 正念正定 赴四诸比丘 何谓正见 诸比丘 如实知苦知苦知极 知苦知灭知导致苦灭之道 诸比丘 此等名为正见 赴四诸比丘 何谓正思为 初离思为 无称思为 无害思为 诸比丘 此等名为正思为 赴四诸比丘 何谓正语 离望语 离两舌 离恶口 离起语 诸比丘 此等名为正语 赴四诸比丘 何谓正也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诸比丘 此等名为正业 赴四诸比丘 何谓正命 于此诸比丘 圣弟子舍邪命 依正命为生 诸比丘 此等名为正命 赴四诸比丘 何谓正精进 于此诸比丘 抑郁 勤奋 精进 策利 避免尚未生起之邪恶 不善法生起 比丘抑郁 勤奋 精进 策利 降福已生起之邪恶 不善法 比丘抑郁 勤奋 精进 策利 促使未生起之善法生起 比丘抑郁 勤奋 精进 策利 促使已生起之善法持续 增长 圆满成就 诸比丘 此等名为正精进 赴四诸比丘 何谓正念 于此诸比丘 比丘以热忱 正知 正念 于生 随观生而住 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 热忱 正知 正念 于受 随观受而住 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 热忱 正知 正念 于心 随观心而住 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 热忱 正知 正念 于法 随观诸法而住 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 诸比丘 此即时正念 赴四诸比丘 何谓正定 在此诸比丘 比丘离欲乐不善法 有寻有寺 游离生喜乐 入出禅而住 除灭寻寺 寂静一心 定生喜乐 达二禅而住 离喜而住 正念正知 以生感受乐 如诸圣者说 舍于正念者所乐住 入第三禅 舍离苦乐 灭除喜忧 舍念清静 达地四禅而住 诸比丘 此名为正定 诸比丘 此等名为苦灭到圣地 如是 比丘于内法 随观法而住 于外法 随观法而住 于内外法 随观法而住 又于法 随观生法而住 于法 随观灭法而住 于法 随观生灭法而住 或者建立有法之念 唯有正念与绝照 无所依而住 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 诸比丘 此即比丘于四圣地之法 随观诸法而住 诸比丘 此即比丘于四圣地之法 随观诸法而住 修习念处的成果 诸比丘 任何人依此修习四念处七年 可得二果之一 今生正的旧静志 若烦恼未尽 则得不还果 不须六年 不须七年 依此修习四念处六年者 可得二果之一 今生正的旧静志 若烦恼未尽 则得不还果 不须六年 诸比丘 不须五年 诸比丘 不须四年 诸比丘 不须三年 诸比丘 不须二年 诸比丘 不须一年 诸比丘 依此修习四念处七个月者 可得二果之一 今生正的旧静志 若烦恼未尽 则得不还果 不须七个月 诸比丘 不须六个月 诸比丘 不须五个月 诸比丘 不须四个月 诸比丘 不须三个月 诸比丘 不须二个月 诸比丘 不须一个月 诸比丘 不须半个月 诸比丘 依此修习四念处七日者 可得二果之一 今生正的旧静志 若烦恼未尽 则得不还果 此即如前所述 诸比丘 此事唯一之道 能使众生清静 超越仇碑 灭除苦忧 成就正道 体正涅槃 此即四念处 为此而说此经 世尊 世尊如是说以 朱比丘 欢喜赞叹 世尊之所说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